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 在今天是正式登場了 可以看到許多的科技大城 都是大秀AI的肌肉 那麼在這一次也感受到 由高通領軍的這個AIPC的聯盟 是正式成型了 那麼在未來會不會見指 包括是由這個超微 以及英特爾二分天下的 一個電腦市場 另外在這一次可以看到 Computex的部分 那麼技嘉可以說是大動作 不僅邀請了包括 輝達英特爾 以及這個超微的三巨頭來站台 那麼現在也推這個地端AI 八九月就會在全球來開賣了 另外一個重頭戲 是在今天台積電舉行股東會 那麼董事長劉德英 要正式卸任了 未來將會進入魏哲家時代 那麼在今天也有股東問 這個劉德英說 要給股東們有智慧的一句話 那麼劉德英也笑著說 就是要多買台積電 不過台股倒是在今天出現了 熄火的一個狀況 最後是收黑了180點 尤其AI股在今天 幾乎是全部都是翻黑的情況 現在是有利多出鏡的味道嗎 另外回答執行長黃仁勳 非常喜歡逛夜市 而且他也大推夜市的水果攤 不過說到國內夜市的這個攤販數 卻是創下了35年以來的新低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問你邀請到 政大國關中心簽證教授湯紹成 大家好 產業專家由廷號 大家晚安 資深分析師李永年 肥也好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謝承諺 肥也好 大家好 台北國際電腦展 在今天正式登場了 我們要檢查廷號 今年會不會是AIPC的元年呢 我們看到最新的研究顯示 今年大概每五台出貨的PC當中 有一台就是搭載的AIPC 到了2028年 更是每三台就有一台 真的會掀起換機潮嗎 沒錯 這次我們看到 在今年的Computex展 相對於往年 今年就特別的熱烈 為什麼沒有黃仁勳來台了 引起一陣風暴 大家都在關注這場演講會 以及相關談話的內容 我們真實要了解的方向是 這個展望每年都會談 但是重點是我們到底在 景氣復甦的過程當中 AI對於獲利的貢獻有多高 這個是大家在乎的 如果你只有夢想 只有未來的發展 只有資本支出 但是沒有終端需求的提振效果 市場是會擔心 你到底撐不撐得起 這麼高的一個估值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了解了 市場就在聚焦 今年下半年 因為美國市場通常是在 9月份的開學季 會有新一波的換機潮 換機潮 對 但是每年的換機潮 它也不是很穩定 比如說自從在2021年 2020年當時的新冠疫情 引發了全球 宅在家裡面 被迫採取的換機潮以後 就已經連續兩年 沒有看到換機潮了 2022年PC也不好 2023年PC也不好 那現在有AI AIPC會不會掀起一波換機潮 沒錯 所以市場就在對讀 你已經連續兩年都沒有換機了 也許在今年就會換了 我們舉例來說 當時在2021年來到高峰以後 2022年23年 基本上全球PC出貨 就進入到年減 2022年是衰退了一成七 去年是衰退了一成五 而且是連續式的衰退 所以2024年 今年預估 因為隨著景氣好轉 不管怎麼樣都會復甦 但是這個復甦 有多少是AIPC AI手機帶動的 確認 現在市場上 之所以看到 輝達的財報這麼好 你仔細一看 你基本上對於AIPC AI手機的想像空間不大 為什麼 基本都是上游端的 臉書 Amazon Google 微軟 在跟它下訂單 這些軟體商下訂單的原因 都不是為了要立即做AIPC 都是要做訓練用的AI伺服器 它要把Trade GPT 盡可能的把它優化 所以要買很多的基礎建設 所以現在的預估都是 AI會不會現在只是一個 基礎建設元年 根本就還沒有輪到AIPC 這像什麼 像是前幾年 我們炒4G 我們炒5G 這個在兩年前 你說要大家換5G 大家還不願意 5G那個時候都還在基礎建設 可是終端商品 它一直隔到現在 我才開始願意申請5G障礙 AIPC會不是一樣的一個問題 我認為今年值得特別關注 為什麼 因為過往 每一次生產力週期推出的時候 也許當年景氣並不是復甦期 大家沒有多出來的錢可以消費 但是今年不一樣 今年不但在9月份 有聯準會釋放流動性 降息的可能性 另外一方面 現在又是景氣上行格局 不管是台灣還是中國P&I 都在陸續好轉當中 所以24年一定是值得觀察的 現在的問題在於 如果是以今年一季度來看 總體需求對於PC到底有沒有上行 你會發現 如果是以平均來看 大概年增幅緩緩的地增了1.5% 如果是以成長幅度最快的 看到像是聯想成長7.8% HP會補的部分成長0.2% 可是戴爾反而衰退了2.2% 蘋果是大幅增長了14.6% 其他像是Aerster增長了9.2% 所以現在市場上在這一波 我們看到Computex展結束以後 大家最有關注的是什麼 就是蘋果的WWDC 如果蘋果的WWDC 確認接下來的iPhone 確認接下來的Mac 都正式進入到AI手機 AIPC 蘋果作為市場的領頭羊 所有產業都會馬上進軍到AI裡面 蘋果是一個領頭羊的角色 但是高通目前正在大量的布局當中 從手機產業大舉的跨入到筆電產業 比如說這次它的Snapdragon 搭載的晶片 你像是Aerster也有 華碩也有 戴爾也有 聯想也有 等於是說什麼事情 去年就幾支台廠 自己推了AIPC 市場的反響程度並不高 今年是怎麼樣 所有品牌商都要推AIPC 但是市場在等什麼 就等你蘋果會不會也加入 蘋果一加入 這個局勢就已經訂成了 所以現在市場普遍的預估值 在整個2024年 今年AIPC的滲透率 大概是1成9 也代表每賣100台電腦 有19台 都跟AI NPU是具有相關的 到25年預估到3成7 到27年預估到6成左右 如果是以年複合成長來看 大概成長率就是50%了 年複合成長率可以超過50% 真的很高 沒錯 也就是說什麼事情 你以後想要賣的電腦 基本就一定要跟AI 一定要跟NPU有關 不能再用過去以往的架構了 它就會形成一種效果 就是市場上全部都在對讀 9月份今年開學季以後的經濟形勢 如果到時候又有現金流 又有流動性 景氣又大好 而且AI又有技術上的一個挺進 蘋果又加入的話 那麼就可以說明 今年下半年AIPC真的會大爆發 好 AIPC到底會不會大爆發 你剛提到現金流很重要嗎 有沒有現金流現在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美國聯準會到底 9月份會不會降息 目前來看降息的這個可能性很高 如果真的美國聯準會 真的從9月開始降息的話 那麼大家也會覺得說 真的整個消費端都會被帶動 沒錯 所以現在市場上比較關注的訊息是 我們一希望消費可以不錯 可以去買AIPC 我沒有希望消費也不要好到太離譜 因為好到太離譜 它就會多生息 它就不會給你降息予以流動性 所以最好的情況是消費就這樣溫溫的 溫溫的確保市場有一定的流動性以後 有意願的人就可以開始購買AIPC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 波瑟里他就特別提到 聯準會現在降息兩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勞動力市場的顯著疲態 第二個就是通膨趨緩 通膨趨緩這件事情 我們從上禮拜的PCE就已經看得出來 基本還是符合軌道的緩步下滑 第二件事情是勞動力市場的疲態 本週五非農就會見正張 上一次非農是大幅低於市場預期的 就代表著其實這兩個數據 都有一個統一的方向 就是通膨正在減弱 聯準會它有降息的可能性 我們如果按照當前的FedWatch 來進行統計會發現 即將召開的六月份FOMC 一定是保持在當前基準利率 可是市場都在看 六月份釋出的經濟預測圖 會如何影響到到時候 九月份的FOMC 現在認為九月份 會降息一碼的機率 已經接近五成九了 51%加8.6% 接下來主要看一下12月 是否還有再進一步降息的可能性 所以現在看起來市場還是定價 今年大概有降息兩碼的空間存著 你降息兩碼的空間 那就有一定的市場預期 降息市場的借貸利率變低 就會有人去借錢 有人去借錢就有人去投資 有人去投資就會有人消費 所以這個是一波 針對今年年底的流動性的預期 所以九月可能會一次 接下來年底12月可能會再降一次 對 它的第一波預期就是 年底會有多出來一筆錢 這筆錢不知道會流到哪裡去 但是我既然推出了AIPC 我一定要分時這個資金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如果我們觀察 製造業的偏埃 在美國市場當中 呈現了兩個軌距的現象 一個是我們看到ISN的五月份 製造業偏埃 來到48.7% 可是五月份的標普製造偏埃 上修到51.3% 一個在擴張格局 一個在收縮格 現在的製造業 到底有沒有順勢的帶動 AIPC展望到底好不好 我個人認為 因為ISN它的統計是屬於 等權重分歧 什麼意思呢 就是每間公司 比如一千支公司的樣本 每個都是一千分之一 所以就導致了 那種大者恒大的趨勢 無法彰顯在它的數據身上 可是我們看標普製造的偏埃 它是怎麼樣 它是加權權重 你的市值越大 給你的權重就越高 這說明什麼事情 說明美國科技巨頭 正在帶領著美國股市 以及美國的EPS向上 可是多數的美國企業 並沒有表現得這麼亮麗 說明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講了 真的就是AIPC AI手機 你說一般的電視 一般攝影機 3C電子產品設備 可能並沒有分辭到 本輪的外移效果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跟AI有關 所以題材才會接得這麼近 但是你要具體了解 美國的製造業偏埃 到底有沒有比新市場 製造業偏埃來的重要 其實並沒有的 為什麼 因為台灣或者韓國的製造業偏埃 才是影響到半導體訂單 到底有沒有下電的主要原因 我們看台灣在昨天 正式所公佈的5月份 製造業經營人採購指數偏埃 是高達多少 55.4 55.4 從原本的49 直接跳上去了 也就說明著 台灣在製造業 正式進入全面擴展球局 尤其在新訂單層面 從原本的50.1 現在也來到63.8 那說什麼事情 這不是假的行情 它就是這麼多訂單 直接灌進來了 那存貨指數 從47.1 上行到49.2 你發現有趣的情況 最近可能在二季度 各大廠的擴存周轉簽數 開始有點上行了 你說存貨變多 那壓力不是很龐大嗎 為什麼這個時候存貨上行 開始囤貨了 又開始重新 輪2021年到2022年那一波 開始先囤GPU 我的廠也囤 你的廠也先囤 那囤貨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預估未來 新訂單會不斷的進來 提前先備貨 我可不希望接到訂單 然後結果手上 中間才沒有料 這是很重要的 對 未來很有信心 才會開始囤貨 對 所以如果我們是 以國發會所統計到 六個月未來的景氣展望 從55.2 上行到60.1 這說明著 我們至少可以承認 台灣在本輪的 AIPC AI手機當中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並不是所有產業 都分時到本輪的 AI生產力循環 但是台灣肯定就在車上 那我們就要拭目以待 如果景氣持續好上去 那我們就基本上 可以奠定著 下半年 我們會同時 拿到很多的流動性 我們也會拿到 很多的訂單 那最後會反映在哪裡呢 反映在明年的現金鼓勵 和今年年底的股價了 好 剛剛停號代 我們看到 是在美國聯準會 很有可能在9月份 就會開始來降息 那麼如此一來就會帶動 整個消費端的一個需求 帶動消費的一個力道 那麼當然在這一次 Computex大家所關注的 這個AIPC的一個話題 那我們要請陳彥帶我們來看 說到這個AIPC 我們特別先來看到 在這一次多少的 這個廠商來參加 不過我們特別關注到 技嘉在這一次真的有凸顯 他們有點野心勃勃 不只是他們的 這個攤位非常的大 而且也點亮了台北101 而且他還大動作三巨頭 包括黃仁勳還有基辛格 還有在蘇之鋒的部分 都一起來攤位站台 I'm sorry you can call me Jason This is me OK 沒有錯 今天晚上大家有看到 我去幫這個技嘉站台 他點亮台北101 6點半到10點在101點燈 歡迎國際這些巨星們 應該說大來賓們來到台北 來到台灣參加 台北國際電腦展 所以你看這一次技嘉 野心勃勃 而且我們從他這一次的一個展位 我其實真的在比對 我發現天啊 他租的這個攤位這麼大 這個攤位其實不少錢 一個攤位其實他是以單位 面積在算 所以他等於 我們隨便看 好像都沒有人像 有的還真的看不清楚 對 所以他幾乎是 你可以講他整片 當然你說這麼大動作 包括在這一次台北國際電腦展 租了這麼大的展位 同時三巨頭 包括我在內去幫他站台 然後點燈 背後有什麼樣的一個意義 如果他沒有新的產品 或是新的解決方案的推出 大家的印象就是 好像是挖礦機 主機板板卡 對不對 過去我們在講技嘉 好像大家的印象比較偏在這 主機板 但是不好意思 我要跟各位講 現在技嘉在推的是什麼 我們注意到他 注意到未來 他所要推的叫地端AI AI就AI 為什麼要接一個地端 相對雲端 我們現在所有的 AI的一個運算 不管我們講 你去問Share GPT也好 或者是未來 比如說我氣象的路徑 颱風的路徑 其實都是雲端的概念 雲端到哪裡 可能到美國的大伺服器 不管是亞馬遜也好 微軟也好 Google也好 到這些大伺服器裡面 去做計算 但地端是什麼意思 假如我們TVBS 我們有非常豐沛的 收看電視的資料 OK 我可不可以在我們自己的 這個TVBS 我就自己架伺服器 自己架AI伺服器 那我就可以不用透過雲端 就是說簡單講 就是我們自己的機台 我就可以去做AI的一個運算 當然這個跟邊緣運算 又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邊緣運算是 完全沒有連到 所謂的任何的伺服器 就在我自己的電腦 或是手機裡面 做一些AI的一個運用 所以他等於做了一個結合 結合邊緣的概念 結合雲端的概念 但他位在哪裡 位在中間 這樣的目的是什麼 我想如果今天我是金融機構 我在整理客戶的資料的時候 我放到雲端會不會洩密 譬如說我們健保卡 健保資料好了 不是據說就好像有被竊取 但雲端是有這樣的一個風險 這個就是一個風險 甚至你說你省下 維護機器的成本 可是如果我要針對資安 或是竊密的成本 也一併捏入考量的時候 真的有比較省嗎 其實有專家說不一定 所以現在地端AI 已經開始要發展 當然地端AI的發展 跟這個雲端的發展 有什麼不同 如果我叫AI Top地端訓練 基本上我就是伺服器為主 可是實際上 如果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技嘉還有推一個散熱模組 他自己也在推藝人的散熱模組 所以其實他很有野心 表示他要去做到 比如說你說主機板顯卡這些 他都有辦法做到 也就是說未來我可以幫你架設 一個所謂的地端AI系統 讓你能夠自己去支援你的企業 開始去累積資料庫 去做你所需要的 AI的一個運算 所以包括現在你看 Dale揮達也宣布這個合作計畫 叫做地端深層式AI 基本上我上次演講的時候 不是 黃仁勳 他差點置錄得太誇張 以為自己真的是黃仁勳 他講到一個非常重要叫主權AI 如果我們去想主權AI 是不是就是一種 是不是更大規模的地端AI 是不是更大規模的地端AI 所以技嘉在這個時間點 很 我覺得算是有前瞻性的 先去卡住地端AI 所以未來我們在談地端AI的時候 第一個會想到誰 應該就是技嘉了 好 不過當然除了Computex 在今天還有一個重頭戲 其實我們說到台積電 它也是跟AI息息相關 也是因為在發展AI 那麼帶動了台積電的股價 不斷地往上在創高 台積電在兼股東會 我們看到董事長劉德英 是最後一次來主持股東會 那麼未來就會進入 魏哲家的時代 以後是魏哲家總裁 那麼也兼董事長 不過在今天也有人去問到 劉德英這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說要給股東 有智慧會影響全世界的一個說法的話 他說就是去買台積電的股票 陳彥也的確 台積電在這六年以來 這個股價是上漲了將近270% 非常驚人 好 當然我們還是要先 就劉德英在執掌 董作這段時間的表現 給予他高度的肯定 為什麼 第一個光股價上漲270% 這件事情就非常的不容易 為什麼我要講 六年股價漲278%不容易 如果你沒有基本面的加持 你不是遙遙領先你的對手 股價不可能這樣漲 對 有這樣的漲幅 你看這個劉德英他講什麼 他說沒有競爭對手這件事 是不是事實 是啊 目前來看是這樣 過去實際上它是落後 Intel到兩個並駕級區 到遠遠領先 甚至這當中 虎視眈眈的這個三星 一度想要追上台積電 都沒有成功 你說這一段時間 劉德英掌舵的台積電 有沒有跳躍式的發展 我們光從他的先進製程 的一個進展 這就是給予高度肯定 當然台積電的股價 持續創高的情況下 他說請買台積電的股票 這件事情 我為什麼講是正確 給予正確的肯定 原因是因為即便 現在台積電已經來到800多塊了 可是實際上如果你從它明年 後年甚至外資已經說 它接下來可能有機會 一季發出6塊錢的現金股 當然不是馬上或是現在 他們說未來幾年 有機會達到這樣的目標 以現在的股價去看 其實殖利率就相當不錯 或許不是所謂的 高股息概念股 但是以過去不到 2%的殖利率來講 這個是相當好的 以1000塊來講 我覺得都還是划算 當然外媒也在討論 就是說魏哲嘉接棒以後 並不見得會一路順利 都沒有挑戰 因為畢竟有三個部分 他必須去思考 第一個是地緣政治的問題 未來川普假設選上 即便沒有選上 實際上地緣政治的風險 還是要考慮 就是目前來看川普的確 在當選美國共同機率還滿高 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台積電本身的成長 說實在的他們的員工數 已經來到非常高度的 就是說成長的幅度已經很大了 未來還有沒有機會 不管是員工 不管是營收等等 第三個挑戰 其實還是接棒以後 怎麼樣帶領台積電 持續的往下一個世代邁進 我覺得都是個挑戰 好 剛剛陳昀道 我們看到是在台積電的一個部分 不過台積電在今天股價 是收黑的 當然台股在今天 也是出現了回檔的情況 那麼下跌了180點來做收 收在21356 我們要請教友寧哥 在今天是台北國際電腦展 Country Dex登場 不過AI族群 怎麼會在今天 感覺上是集體一起回檔來休息 這是利多出鏡 有這樣的味道嗎 我感覺 今天有人故意 就是要製造一個 利多出鏡的效應 昨天漲了362點 今天跌了180點 還不到二分之一 對不對 所以還可以接受 還好今天院線的部分 還是有手桌 對 還可以接受 可是後面可能還是會有些問題 因為這就是我剛剛講 我最擔心的是怎麼樣 今天有人刻意要製造一個 利多出鏡的一個走勢 那麼所以我們接下來 要觀察一些重點 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 上個禮拜外資已經賣了 1030億了 然後這個禮拜兩天又賣了 加起來賣了200多億 對不對 所以1200多億 大家想說這有很多嗎 很多 為什麼 因為從去年的11月 一直到今年的5月 他應該說到上個禮拜之前 他外資一共買潮多少 將近6000億 用了一個多 一個禮拜零兩天的時間 他就賣出1200億 那真的是賣很多 就等於說在很短的時間 他大幅度的在賣潮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就要特別的注意 要注意什麼 第一個 美國股市不能再跌 第二個就是美元不能再漲 不能再升值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們台幣才升值 台幣升值的話 如果美國股市也繼續漲的話 外資回流的機會就比較大了 這是要注意的 第二個 可是問題在這裡 外資在台紫棋的淨空單 到今天收盤為止 已經是22000口了 在台紫棋布空單 布空2萬2千口 這個表示他們是比較 極力偏空的 對 Computex今天開展 結果AI股開殺 市場的信心受到很大的創刺 因為的確在Computex登場之前 這個AI股的確已經漲了一大段 對 沒錯 你可以等個兩三天再漲 再疊 開幕第一天就來 給他來個利多出境 這是很傷感情的事情 還有一個重點在這裡 就是在這邊 在21608到21662點之間 這裡出現了一個 雙重的跳空缺口 所謂雙重的缺口 就是跳上去又跳下來 這個跳空缺口 今天沒有補 今天沒有補是個敗筆 為什麼 因為它就很有可能 會形成一個導型反轉 我們知道導型反轉是 它一個是最強力的反轉型態 所以就算沒有出現大幅度的回檔的話 按照這個導型反轉的理論來講 那麼接下來的四個交易日 應該還是繼續會呈現一個 區間震盪盤整的一個走勢 那它怎麼盤整呢 大概就是在月線跟時日線之間盤整 可是現在又有一個問題 因為今天收黑了 所以明天時日線要開始下彎 這樣就會有很大的壓力 壓力就出來了 所以說是不是很傷腦筋 那麼我們給大家看一個 最最後的防守點 就是上個禮拜五的收盤指數 2174 對 這個大家都背起來了 這個點非常非常重要 你月線跌破都沒有關係 可是這個點絕對不可以跌破 2174絕對不能跌破 為什麼呢 因為當天的量是6800多億 將近6900億的量 6900億這麼大的量 你如果把它跌破的話 是不是變成一個很大的套牢區了 對不對 所以這絕對不可以跌破 因為一旦跌破的話 恐怖要下彈季線 季線目前下禮拜位置 大概在20700點左右 季線就是生命線了 對 所以這個禮拜 一定要撐住 各位大哥一定要撐住 尤其是AI概念股 是 那我們講到AI概念股 我們就看一下 今天老牌的AI概念股 我寫老AI 老AI 就老牌的AI概念股 還有新加入的AI概念股 這些股票都是 在禮拜天晚上 這個黃文勳演講的時候 在它背後顯示出來的 四十三台 背板上有出現的 供應面的品單 對 都有出現的 大家看一下 這種代表性的 像是川湖 鴻海 台積電 技嘉 廣達 這些都是老牌的 對不對 大家看一下 平均的跌幅 大概是2.5% 2.5% 那麼可是新的 這些比較小的 像是圓鋼 星星 易登這些股票 你看只有星星 還是收個小黑而已 其他 對耶 易登 哀迅 都是上漲 還有很多漲停板 對 漲的幾乎都是漲停的 圓高還漲停板 易登也漲停 哀迅這些的都還漲停了 還有這個陳耀 都漲停了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一些什麼事情 就是這些老牌的 這些的GEO的AI股 他們因為已經漲了一大段了 漲一大段 所以現在反而比較容易出現賣壓 新出來的 可是你敢不敢追 連續兩支跳空漲停 你敢追嗎 你也不敢追 所以我們就看一看 如果說是真的有出現了 比較大幅度的一個拉回的話 那麼永年哥 這會是一個比較好的買點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不過要看個股 要看個股 譬如說我們現在舉例說明 譬如說鴻海 為什麼說鴻海 怎麼會講到鴻海 因為大家看一下 今天這個應該說這個4號 這個那黃雲駿去哪裡 去跟這個 參加這個電腦展對不對 站臺 然後你看這個 跟鴻海同事長劉揚偉 你看他開心的 鄉見歡 對 大客戶來 我當然開心得不得了 而且雙方宣布什麼 要用GB200這個伺服器為核心 要在高雄建制先進算令中心 這個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這個用GB200的伺服器 人家都是用什麼H100 H200對不對 他用GB200 所以這個變成一個很大一件事情 所以對於鴻海來講 他今天的題材 他不只是他AI的供應鏈 他不只是輝達的供應鏈 他也變成是跟他的合夥的一個 創建先進運算中心的一個 一個合夥人的姿態 所以他的以未來的題材 還會繼續的延燒 所以我覺得這檔股票 鴻海這檔股票還是可以注意 那我們現在希望 他能夠稍微回檔一下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你看 他用去年的EPS來算的話 他的本益比只有17倍 因為到5月為止 其實我們台灣的整體市場 平均本益比 應該是超過24倍了 所以他才17倍 還滿低的 那預估今年的EPS 應該會來到12塊 如果這樣子用今年去預估的話 本益比更低 14倍 委屈了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覺得說 這檔股票是可以注意的 另外跟他同樣有接到的 GP200這個型號的伺服器的廣達 也是一樣 那他之前他一直的股價 一直沒有什麼表現 最主要就是因為H100 他這個伺服器一直在缺料 可是到了現在應該都解決這個問題了 所以從今年下半年開始 他這個H100的出貨量 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了 然後GP200大概是從明年的 最快 今年第四季開始出貨 最慢 明年第一季要出貨了 所以這檔股票我覺得 他雖然最近的走勢 我這是周線圖 他雖然走勢有一點溫吞 可是我覺得也算是安全的股票 投資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還有一檔就是大家比較沒有注意的 而且在過去這段時間表現的也不怎麼樣 可以看到一直在整理 對 叫星星 星星這檔股票 可是我覺得他有機會 為什麼你看一下 因為他跟GP200也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他是全台灣做這個 高密度版的 他是最大的一家廠商 對不對 這載版的最佳的廠商 所以他會拿不到這個GP200的訂單嗎 我覺得應該不可能罷了 對不對 應該可以拿得到吧 所以我覺得這支股票也可以注意 還有就是散熱的旗紅 旗紅可能就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因為他的漲幅已經比較大了 所以他在這邊回檔了 當然他底下有大量支撐 可是在回檔的時候 可能要不要進場去承接 我覺得投資朋友可能還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好 遠林哥 但我們看到是AI相關的一個個股 我們接下來再來關注的是這個國際交點 美國跟中國的國防部長 他們睽違將近兩年的時間 在新加坡又舉行了會談了 那麼當然現在主要是因為台灣的關係 旗艦在擴大 而且美國感覺上 請教唐老師 現在又在拉攏菲律賓 感覺上中非兩國在南海的衝突 是有加劇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隨時都會出現 有像擦槍走火的一個風險存在 是的 你講了一點都沒錯 中國大陸跟菲律賓 在南海爭執得非常的厲害 又是水炮 又是可能相撞 像現在的小馬克思的前一任 這個叫杜特蒂 大家都還有印象 杜特蒂那時候感覺是比較聽眾的 剛好相反 對不對 跟現在的小馬克思剛好相反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個人反美 仇美的情緒 非常高 可是小馬克思剛好相反 意思就是說可能他家的財產 還握在美國人的手裡 這裡面差別很大了 他就等於說 現在當成美國的馬前竹 要來跟中方來衝撞 來對撞 這個當然就是美方他們的這個設想 當然最好不要升高 意思就是說他可能在這個地方來牽制一下中方的這些力量 那可是如果真的斗而破的話 那這個事情就不好辦了 那最好是斗而不破 或者說你就算有一些什麼摩擦的話 你的這個力道不要那麼高 不要那麼強 這個點到為止或怎麼樣就行了 那可是現在這個小馬克思 因為有美國支撐 他這個態度非常非常的強硬 他說只要我那邊有一個人 就菲律賓這邊有一個人 如果是因此而上升的話 他就要啟動啟動什麼 其中菲律賓跟美國的這個防禦條約 那這個東西就 情況就比較嚴重了 意思就是說你這樣子 如果說真的有些什麼事的話 那菲律賓就不客氣了 他是這個態度 那這個當然中方這邊 他當然也是非常強硬的 像譬如說董軍 董軍怎麼說 他也說這個問題 我們還是要堅持立場 好 這個是菲律賓的問題 另外這個台海的問題 跟我們台灣有關 那個董軍怎麼說 董軍說誰膽敢把台灣 從中國分裂出去 必將粉身碎骨自取滅亡 話也說得很重 這個話非常嚴重 這已經到頂了 等於說 他當然沒有講哪個國家 那可是大家都知道 心知肚明 對不對 就是因為你美國 你在後面慫恿 就使得中方這邊 這個反應也是相對的比較激烈 譬如說 心得520完了兩天以後 就開始軍演了 軍演完了以後 現在ECFA等等 未來是不是還有 譬如說在外交上 在經貿上面 給台灣穿小鞋的這種情況 我覺得還會可能陸續不斷 那在無二的部分 那俄烏的部分 那當然這裡頭 也牽涉到一種難有意思的情況 這個Telensky 烏克蘭總統 跑到這個會議來了 大家還非常非常的支持他 可是你說這個跟亞洲 跟他好像比較遙遠 對不對 可是小馬克思還跟他見了面 還說我們一定會支持你 你菲律賓 你怎麼支持 對 為什麼忽然跟 烏克蘭空袖敵開 那麼遙遠 而且你菲律賓的國防力量 好像也一般般 對不對 沒有什麼特殊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也顯示了 一定是美國在後面 慫恿 說你應該要把整個亞洲國家 也讓他們能夠站在烏克蘭這一邊 那所以說小馬克思 他就走了第一步了 那這裡面還牽涉一個什麼問題 現在這個烏克蘭 就是這個Telensky 他對中國現在有一些不滿意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6月中旬 他們要在瑞士 要舉辦一個 這個俄烏會議的 這個和平的論壇 那這個和平論壇 中方已經拒絕了 為什麼拒絕呢 就是說因為你開的條件 你因為都是找美國 都是聽美國的這一套什麼的 那俄羅斯他當然不會邀請 那你既然不邀請俄羅斯的話 那中方也覺得說 中國他們也不參加了 意義不大 意義就不大了 那所以說呢 現在這個烏克蘭這邊 他也覺得 這個中方的這個態度 好像離他越來越遠了 那是當然同樣的 也是美國在後面慫恿的 美國慫恿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把整個亞洲國家 尤其是東亞國家 最好全部都拉過去 拉到那邊去支持烏克蘭 然後來孤立 中國 所以我說這一次他們談到的 這三個重要的問題 台海 南海跟俄烏 那這些狀況全部我認為說 就是美國跟中國 兩大國在這個會議當中的 這個博弈 那現在這個俄方 不是 美方 他們的這種好像夥伴 比較多 都看得出來 那中方在那裡 好像有人可能他們會支持 比較勢丹力包 對 可能會想要支持 可是都沒有表態 大概是一個這種情況 而且中方在亞洲這邊 好像朋友還比較有限 不像美國在這邊 有很多的盟友 有很多的 而且表面上 他們像很多的 像馬來西亞 印尼什麼的 他們還都跟美國 也都保持了一些 比較平穩的關係 對 雖然中方這裡 跟他們也是有很大的 經貿的利益 可是在這個會議上面 我們看得出來 就是說美方在這裡 好像看起來 他們是站到了相對的上風 而中方這裡 他態度是非常的堅定 可是好像支持中方的這些國家 好像不太敢表態 意思就是說 雖然我支持你 可是最好不要表態了 得罪美國 所以說這些國家 等於說都是在兩大之間 難為小的這種情況 好 所以相隔禮來的對話 就是凸顯美中兩國的旗艦 真的是非常的大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來到台灣 他非常喜歡逛夜市 不過說到這個在台灣的攤販 現在數量卻是創下了 35年來的新低 究竟是什麼原因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瞭解 歡迎大家知情長黃仁勳 台灣很喜歡逛夜市 他還特別提到 很喜歡通話夜市的 這個阿婆水果攤 也讓這個水果攤瞬間爆紅 不過事實上挺好 台灣的這個夜市攤販數量 其實是創下35年的新低業 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從來不在夜市買水果攤 真的很貴 但是你可以了解到 台灣的攤販數 在過去幾年 其實受到了非常明顯的 結構性的衝突 尤其在疫情以後 你看在疫情以後 我們看到外送服務 是如火如荼的發展起來 但對於攤販的打擊 其實就相當大了 我們根據主技術 最新所公佈在23年的攤販數 不管是從業人數 還是總營收都是下跌兩成 也就是說你好歹說 可以轉價通膨吧 我們從五年前的通膨到現在 可能也漲了至少有一成了吧 從總價來看 但居然不管是從業人數 還是總營收 都在快速下行過程當中 那我們必須了解 我們當然知道這幾年 服務業相對於科技業 那是一個天差地別 服務業的確不好過 可是服務業大部分 都有分時到科技業的外易財富 什麼意思呢 工程師賺了錢 總要去百貨公司逛逛 總要去花點錢 去餐廳吃飯 對 照我來講 餐廳它適度的會反映 通膨的上行 所以具體來看 你像是零售業的年薪 基本上從民國92年到112年 成長幅度大概有四成一 餐飲業的年薪 也成長得接近有六成 可是你觀察到有趣的跡象是 攤販的從業人數 反而下滑了一成九 所以很有趣 明明餐飲業的收購人數 零售業的收購人數 過去幾年都在成長 但是只有攤販正在下滑 這說明什麼事情 就是市場的消費習性 開始往百貨業 開始往連鎖店來大幅集中 市場去逛夜市的 對於攤販的營收貢獻 已經沒有來得過去這麼多了 我們舉例來說 上一次進行攤販從業人數的調查 我們看這一波 總共是35.7萬人 但是在民國107年是多少人 47.5萬 所以有12萬人 基本上已經不從事攤販工作了 這是一個非常明顯 揍減的情況 那為什麼會揍減呢 因為賺不到錢 我們根據過去五年 平均美攤營業收入 和利潤的變動 我們看到的橫軸式營業收入 重軸式利潤率的變動 總計來看 營收是衰退了3.60% 那利潤呢 利潤衰退7成 其中過最慘的是誰 是做賣衣服的 賣鞋子的 就是在夜市擺攤 賣衣服鞋子的 對 衰退有多多少 不管是營收還是利潤 都是兩成以上 都是兩成 那我們要必須了解 因為在這個時代 連鎖店它反而在成本上 更有可能可控 所以攤販賣的東西 不見得比連鎖店還要來得便宜 這之前最有名的一個笑話 前陣子不是墾丁 不是辦這個活動 很多年輕人到南部 想說要大買特買 大吃特吃 老闆 那滷味 我要白葉豆腐 我要豆干 我要雞翅 再加一個海帶好了 然後一拿出來 發現只有500塊 百元500塊 他說不好意思 大鈔找不開 先給你好了 老闆說500塊沒關係 那要不我把雞翅拿掉好了 他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他的意思是 現在買沒幾樣東西 在夜市突然就是一個 高總額的消費 所以如果你能夠在夜市 隨便買隨便逛的 那個都是有錢人 因為在夜市 很容易超過 你在連鎖店的預算 這是第一個要點 值得觀察的 第二個要點 它達到的效果是什麼 既然我的成本壓不過連鎖店 壓不過平時的餐飲業 同時間我所受到的競爭 就位人數又很多 最終就有人離開了這些產業 所以攤販人數 其實並不如過去幾年來的 這麼亮麗的 這是一大衝擊 不過根據上市公司 這個員工薪酬的統計也發現 你剛剛說到 去逛夜市很多是有錢人 很像黃仁勳這樣 從事高科技業 所以在台灣的話 以這個薪資來看的話 真的是高科技業領最多 沒錯 基本上我們是這樣講 高科技業 如果是我們以 純半導體工程師 占台灣總人口 大概是1.5% 但是它占台灣的GDP是多少 是15% 那剩下的98.5% 它所佔的GDP 大概就是 這次90 也就是我們大概就是 這個1比1的比例在服務業 但是在半導體工程師 是1比10 可是在近年 我們也觀察到 隨著房地產市場的持續活潑 房地產仲介 或者我們看到 房地產代銷從業者 它的整體年薪 也在快幅度的增高 我們舉例來說 根據上市櫃 我們證交所最新所公布的 員工薪資的揭露 在昨天的排行榜當中 你發現排名最高的 是一家營建業的代銷公司 艾山林 平均年薪是多少 552萬 我們當然知道 上市櫃公司 那個平均年薪會高 因為主管階級 把它拉上去 可是平均年薪552萬 這很驚人 那你要知道 那主管會有多高 你像華庫的部分 平均年薪有367萬 這說明在台灣你要有錢 要嘛就去念電子學 要嘛就趕快把 那個不動產經濟法規 拿出來念 你念這兩個 未來就會有錢 當然 剛才也提到 另外一個從業者 有大幅提升的吉祥 是屬於證券金融交易 及經濟人 49000人 這個人數也不容小覷 那他主要分辭哪一些利益 他主要分辭 工程師的存款存我這裡 或者我去買工程師 工作的股票 要嘛我就可以去 負責處理房貸業務 所以你看到中信金 你看才在前天 召開他的法說 你看他在第一季的房屋貸款 增加多少 一成二 這是非常驚人的房貸增幅 你知道台灣在利率 在升息 他整體房貸余額的增速 還如此增長之快速 所以我金融交易員的話 我可以賺到 一方面工程師的錢 我也可以賺到 像是代交業者 他們的錢兩頭賺 對 所以你要嘛就是 念電子學 要嘛就念金融學 要嘛就去念 這個不動產法規 這三個方向 可能就是未來台灣的主流 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在這個時代 其實心智已經跑步已經通膨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跟上 要想辦法跟上 就要了解 到底是誰在賺這些錢 然後想辦法去蹭它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 剛剛提到逛夜市 當逛夜市除了吃美食 很多人也會去夜市 玩一些遊戲 只是這個彈珠台 現在成了夜市的金雞母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了解 好 剛剛我們有提到 台灣的攤販數越來越少了 整個數量已經創35年的新低 不過沈宴 我們看到在夜市 很多這個遊戲 還是生意非常的好 尤其是復古彈珠台 現在成了夜市的金雞母 大家都知道我是台南嶺 我來台灣我最愛生這個夜市 就我很喜歡逛夜市 其實夜市裡面 有很多好玩的東西 譬如說射擊遊戲 這個是聲量最高的 可是其實射擊遊戲 不是我們想的那種很難的 它其實就是BB彈 然後其實距離很近 你就打氣球 其實它會有一種成就感 坦白講大部分你只要願意玩 你玩到一個程度 一定都能夠換到一些 你想要的娃娃或什麼 如果你沒有你就一直玩 一直玩 那後面老闆也會說 你不要再射了 娃娃給你 對不對 然後另外你說娃娃機 這我們講過 其實這裡面還有一個 就是打蛋豬 包括撈魚 套圈圈 套圈圈撈魚 釣蝦等等 還有麻將 冰果 搓搓熱 打香腸 這裡面我覺得最值得討論 除了射擊遊戲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打蛋豬 就是打蛋豬 它蛋豬台還很多種 當然蛋豬台最早的時候 其實就是那種小板凳坐下來 有沒有 現在有時候帶我小子女 他們還很小 去玩這個就很有趣 反正也無所謂 他就這樣推 推 推 換什麼 換沙士堂 大部分就換沙士堂 換一些汽水 大概就是彈豬汽水這樣 其實這個還滿有趣的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 還引起一股風潮 我們在學校 會自己去做這個彈豬台 工藝課有沒有 後來就是變那種拉桿式的 就是比較小課的那種拉桿式的 打到 燈還會亮有沒有 還有聲音效果 到後來這個不一樣 就是砰砰砰砰砰砰 這個大概是我高中 那個年代在玩的 就是我有這種砰砰砰這樣 所以現在突然之間 你剛才在講掀起一股風潮 我們講夾娃娃機 這個我們節目有討論過 為什麼彈豬台突然也是 而且都是地標 就是那種地王 就是那個地方的房租很貴的 譬如說像這個在西門町 50萬的 20萬的這一種 瘋狂開 所以這個很好賺嗎 就代表好好賺 好賺 而且我跟你講 你不知不覺 你就一直投幣 一直打 而且重點是 如果真的去看的時候 其實不是小朋友在玩 反而是一些 像我們這個年紀的 可能懷舊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的電動遊戲 我們發現我們怎麼玩 都不會過關 永遠停留在那個 第一階段有沒有 可是這種 它的有趣的地方 就是也沒有什麼過關的問題 但只要你一直打 分數就會一直累積 所以會不會這種 所謂的這種夜市商圈 重新再串起 但我覺得說 不要去夜市吃東西 我覺得去夜市玩 其實可以帶來很多 有趣的這個回憶 不能說不去夜市吃東西 夜市有些東西也是很好吃 太貴了 我真的提醒他們 你到我這次回來台灣 我跑遍夜市 我還帶那個 那個張忠謀對不對 對 我就發現真的有點貴 Morris 對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川普因為封口廢案 現在是被定罪了 對他的民調 會有怎樣的影響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了解 好 川普因為封口廢案 現在被定罪了 我們請教唐老師 為什麼感覺這個定罪 對他的民調影響 還是很有限 拜登只贏他兩個百分點而已 對 因為川普 他已經是五毒不清 而且金剛不壞 他已經練就了一套功夫 讓各種對他不利的訊息 完全都不會傷害到他 尤其他還價值翻轉 逆勢上揚 這個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這個東西我們怎麼來概括 這個就是所謂的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 簡單講 就是說我要價值翻轉 以前認為是對的 現在認為是錯的 以前認為是錯的 現在認為是對的 剛好川普他就是走這條道路 抓準這個路線 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川普本人 還有他很多的支持者 都認為說 上一次的選舉是被做掉的 那時候疫情期間 大家覺得投票不公了 對 投票不公 所以說很多的力量 都會認為說川普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要支持他 就算你有什麼緋聞 或者說有些什麼事情 那這些都不會影響到 他的支持力道 那什麼會影響 就是他如果犯到了 這個所謂憲法罪的話 也就是所謂的聯邦罪的話 那東西就不一樣了 可是這個憲法修正案第14條 這裡頭就規定了 如果你叛國 或是你叛亂 這樣子的話 那就有可能 可是大法官又說了 要判決這種罪的話 要由國會 國會又是他的人 對 那所以說啦 那所以說這個根本就不可能 說就算被禁罪也不可能